补教界最近的负面新闻不断 台北市补教协会决定要推出 补习班老师的认证制度 例如说曾经有性侵害学生 或者其他犯罪记录的人 就不能够在补习班教课 家长团体很肯定补教界自侵的做法 但是也认为如果是由官方来推动 应该会更有公信力 不管是冲刺国中基策 大学指考与四季二专考试 甚至是各个科目的加强 走一趟台北市南洋街 这里通通有 但补习班这么多该怎么挑 大多数人除了先看合格立案与收费 最看重的还是补习班口碑 与老师的教学 重要的是老师是怎么讲 是怎么教 主要就是老师对学生的态度 私底下不管 私底下应该互动也会很少吧 反正私底下也没有什么互动 大多数学生其实不太在乎 老师在补习班外的行为 可是这阵子补教界 又是外遇绯闻又是勾结事务人员舞弊 让补教协会下定决心 想尽早推动补习班老师的认证制度 家长团体肯定这种做法 可是也希望官方介入来订定标准 希望他们做好之后能够公布给家长知道说 让我们可以明确的去挑选我们所认同的 所谓的补习班 一直以来政府对补习班只注重消防 与其他硬体规范 对于老师的资格认定完全没有琢磨 林德馨说如果补教界真能和政府家长团体 与教师团体合作 定出规范 家长才不会花了冤枉钱 甚至是让孩子碰到会体罚 又或是性骚扰的老师 简直会沈志明台北报道